大家好,我是开水 有几天没有更新微凡事件了 很多网友在问我微凡事件 最新情况是什么 所以今天更新一下微凡事件的近况 微凡和多美族之间的风暴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持续发酵 7月22日 官方通报给出了初步的结论 通报内容主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微凡和多美族的交往情况 2020年12月 微凡经纪人 以挑选MV女主角面世为由 约多美族到微凡家中参加聚会 现场十多个人玩桌游并喝酒 聚会至凌晨7点 其他人陆续离开了 多美族则留在了微凡家中 两人发生了关系 当天下午 多美族吃过饭后自行离开 期间两人互相添加了微信 微凡给多美族转账了3.2万元 用于网络购物 第二个重点是 多美族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十余篇内容 都由网络携手代写 第三个重点是 刘某条利用吴亦凡和多美族 双方信息不对等 实施了双向诈骗 得了18万 官方通报只陈述了落实的一些情况 而对于正在调查的事件没有下结论 表示正在调查中 多美族无疑是受害者 遭受了感情欺骗 目前还在持续的治疗中 而微凡成为顶流明星 人设崩塌 合作的代言也与其解约 电视剧也轻简型难以播出 损失惨重 对于多数网友来说 微凡只是丢代言 退出娱乐签可能还不够 他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此前 由杜美族提出的灌酒强暴 以及选飞的行为 到底能不能判定微凡违法呢 通报情况来看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无疑反有灌酒行为 有律师表明了 多美族在社交平台上 所发布的细节 在法律上叫做单方面陈述 很难被核实 而灌酒强暴也要有 确凿的证据才有用 但目前看来 事发当天多美族 还吃了饭自行离开 并且双方加了微信 事后多美族 受无疑反了购物款等行为 双方没有发生过 激烈的冲突或者冲突 加上多美族当时没有去报案 所以也违反了 不太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而对于多美族这边 多美族当时只是理性的爆料 揭露违反的真面目就好了 但为了提升网络知名度炒作 如果网文的内容中 确实存在被夸大 或者是捏造的内容 就涉及到了侵犯民意权 情节严重的 甚至会涉嫌了毁谤罪 然而我们不能不否认了 微凡及其团队的烈焰手法 就这样像流水线一样 简单粗暴 微凡甚至都不会花心思 了解哪个女孩 有时连对方正在参加高考也不知道 最近网上又出现了很多通稿 很明显是微凡洗白的 但是洗白的内容就有点不地道了 竟然开始拿微凡的单亲家庭来洗 微凡犯下的错都是因为童年缺爱 然后找到这些妹子 也都是担心家庭 微凡是宝妈男 被强势的妈妈控制 落下了心灵上的创伤 以至于还没长大 在这样的前提下 才开始向外寻求关爱和照顾 最后没有把握好 不知轻重 伤害了年轻的小女孩 微凡的妈妈这个人性格 确实很强势 太黄太厚的作风 据爆料 对待工作人员很刻薄 小算盘打的是叮当响 很会算计 但是微凡后来进入娱乐圈 惹得麻烦了 不都是他妈在后面给他擦屁股吗 到处笼络人脉 低三下室的求人 微凡之所以能够拿到 这么多资本的支持 微凡妈妈功不可没 虽说有些事情不太见得光 但是全力支持微凡 怎么现在出了事 还能跟着亲妈来洗白 有网友在某地铁站 拍到了一段视频 一名年轻男子在地铁站大喊 你们有没有证据能证明 违反 侵犯了未成年人 面对这名 精神仿佛有问题的男子 群众也不敢上前 这名男子又指着地铁站工作人员 大声的质问 你们有没有证据 吓得地铁站的小哥都不敢乱动 看他摇头晃脑 东倒西歪的样子 好像是在撒酒疯 不管此人出于什么目的 精神是否正常 他的行为绝对可以入选 年度迷惑行为大赏 而这种行为 也只会增加大众 对吴亦凡的厌恶感 起不到任何洗白的作用 对吴亦准备